你好 欢迎收看7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风独苏瑞在花莲造成强风还有豪雨 而花莲有一名女子来到闻蓝村的山区查水管 突然遇到强降雨而山沟变成一条溪流 26号晚间造成女子被大水冲走 而紧销到山区搜索 在晚间8点多找到人 但不幸的是女子已经溺闭 雨室下不停台风夜紧易消在货报之后 集结山区寻找落水的57岁无姓女妇人 据了解26号下午她与家人前往蕃兰村 一处山区无名溪干沟巡视水源接管 无姓女妇人不慎落水家人赶紧下山报案 有民众去巡视他们自射的简易自爱水管路 那不慎跌伤跌落膝床 那本局第一集造极紧易消极 潜水协会共38人 那我们前往救援 那到达现场接触患者时 发现已经欧卡 那本局在两点半的时候 顺利将民众救出 本局呼吁在台风天的时候 民众请勿上山去做工作 避免发生危险 当地村长也表示26号下午才上山 实施预防性撤离 邻近的民宿人员都已经撤离 还特别在社区的群组呼叫他们尽快下山 没想到还是发生憾事 记者迎接秀林乡采访不到 到哪儿 谢谢大家